有網友問 AI 被你問 被你問 瘦了這細細粒是否一倍 這些問題我覺得 可以的話就盡量我們 少放在後面 因為對女性來說 都是有點難堪的 雖然我都覺得 如果你形容一個女人 給我屌都不屌 是對一個女人的侮辱 雖然我覺得不應該在女性面前 講這些問題 我再解釋一遍 不厭其煩 吃得下 這個是我自創的英文 就不代表你想吃 你說如果瘦了的 小小粒 其實在這條 吃得下的 但是我們需要對比的 當我說年輕的林鄭月娥 甚至乎可能 彭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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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劉 年輕 都可以在一條線上 很難說小小粒不一條 做人公道一點 我們不要講話題 太多話要講 今天呢 大家見到我喉嚨已經好過八九成 其實真的很神奇 話說我應該五月二號左右就飛了 其實我在五月六七日開始 在英國還是荷蘭發覺喉嚨通 通了兩三天之後就開始咳 回到香港其實 基本上我開不了聲 回到香港 自然 我當然沒有這麼冷 我很自律 我又吃了一些陳皮 不斷吃的那間陳皮白玉靈芝 其實我已經完全無醬 但是現在又輪到我老婆失聲 我又沒有病 我就是失聲的 那我不要說那麼多了 立刻拿一個Wild Stop出來 這個你們看得不清楚 這個Wild Stop是我們平時都有賣的 我很少賣廣告 但這隻就不是噴口的 這隻是吃糖的 一隻吃三粒 我知道很多朋友出去玩 今天那些網友 陸陸陸陸陸陸陸上來 買東西聊天的時候 原來香港真是很糟糕 我來香港三個星期 我打算應該會有些改變 向好方面 但是似乎 真的氣得我越來越氣 我不知道 譬如好像我 我其實收拾貨場的乾貨 有些新貨我就沒有空看了 其實雪櫃我都很惆悵 跟SPA KING開電話 第一我又要特別少有些 第二我又要價錢相就 那實在是很難的 為什麼呢 其實如果大家留意的話 在疫情的時候 如雨後沖筍不斷開 凍肉店那些 其實很多都做不回來 很簡單 那時候困住你香港的人 那你要在家裡煮 那自不然有些 譬如說蓄食的東西 好像我們那些加熱的東西 或者那些凍肉 真的OK的 台灣東西也好 日本東西也好 喂 現在這樣的環境 幾塊錢買一張機票 很便宜的的時候 去台灣 我還想買你這個 買你的包40元 我去台灣吃11元而已 是吧 但其實40元已經賺好事了 因為你加上水腳 supply vender 我們的站頭 那你自不然這些產品 什麼牛肉麵 一定繼續有人買 但會有多少呢 所以現在呢 其實雪櫃 動貨都很惆悵 但是我覺得這個惆悵 就不是我們的 那我剛剛呢 其實上個月推出的 九吐山 阿成哥呢 扔了一個 4月底 5月頭 就扔了一個明天出來的 九吐山 嗯 那已經是一陣一陣地下的了 那現在呢 說直接投降價 他真的投降 如果 即我作為留港見港人 我給你 我都不禁呢 就是 啊 念頭是不是要買回一家 但是 那我又沒有那麼多錢 雖然他說不是很貴 那我也覺得很貴的嘛 那我覺得有沒有網友 買了來租給我呢 因為我覺得去裝修也挺漂亮的 那全新樓嘛 喂 九吐山 13000元一尺 喂 是不是抵抖到爛了 喂 買回來的麵粉也好像17000至18000 喂 13000元一尺 哇 真是太划算了 一會兒再講我們那些 那香港真是 真是無限分 好了 分是FUN的分 那 就正如上個星期五 就不能說 你不應該說 你不應該說